印尼武漢肺炎確診激增 首都雅加達自23號起 進入14天緊急狀態 實施前出動大批消防清潔隊員 在主要幹道 公車站 市場等地點 噴灑消毒液 大掃除 緊急狀態期間 民眾仍然可以外出自由活動 捷運和公車站都有執法人員 提醒民眾維持社交距離 商家也自動自發量體溫防疫 不少公司和商店配合防疫 暫停營業或在家上班 部分雅加達街頭 過去處處塞車的景況已不復見 許多購物中心少了人潮 變得冷清許多 街頭的小吃攤販 為了生計 每天還是得擺攤做生意 但是他們也觀察到 疫情爆發之後 上門的客人有變少 醫護方面印尼動起來 兩年前舉辦亞運會的選手村 改裝為醫治武漢肺炎患者的緊急醫院 上百名印尼國軍 電機水電和清潔人員 迅速完成清潔消毒 管線設備 醫療器材和指揮中心的架設 現階段改裝可安置將近四千人 整座選手村的改裝 最大容量可收治 兩萬四千名患者 現在可能會有疑問 人員會變得更加高 現在可能以前的人 瘋狂、瘋狂、燒烈 平常不會到家裡 現在他們會發瘋狂、瘋狂、瘋狂 直接到家裡 我們會開閉嘴 所以我們希望 印尼疫情升溫 對醫療體系帶來相當大的負擔 防護裝備不足 造成醫護人員確診數快速增加 至少已經有七名醫生和一名護士 因為感染武漢肺炎病逝 西爪瓦省也傳出有醫護人員 用輕便瑜衣充當防護衣的情形 目前當地已經借用體育廠 優先幫醫護人員快篩 印尼政府也加速分送防護裝備 到各地的醫院 印尼現階段的防疫 以民眾減少外出 快篩找出隔離冠狀病毒疾病 帶原者兩大方式進行 暫時不考慮封城 以免可能的衝擊 不過社交距離難以落實 目前仍未成為全民運動 通勤列車是印尼大眾主要通勤工具 火車站仍有相當多的乘客 雅加達中區的色南市場 送貨 批貨也和往常一樣繁忙 幾乎不見有人戴口罩 此外印尼超過九成人口為穆斯林 隨著四月底 齋戒月和返鄉潮即將到來 預期會出現大批人流移動 外界憂心這可能加速病毒擴散 讓疫情更加嚴峻 中央社記者石秀娟 雅加達報導 很高興 谢谢大家